各位好,我来说两句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遭遇也不一样 那我们要来如何应对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出生不是我们所决定的 生下来大哭一场 应该说大叫一场 旁边就有人帮我们接着管他们所要的事情 他们会帮我们做好 那我们需要什么 饿了就哭 那他们会把我们喂饱 睡不着觉 他们会哄我们睡觉 就这样子 一直一天天的长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我们没有表达多少的意见 但是我们需要什么 大人们或是父母 就来关照我们 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 对我们的爱 这中我们会学习 去定了我们的个性 个性 个性有先天 和后天 把我们的定型 我讲的是基因 或是行为的模式 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那 这个我们来说是上昌互雨的 但是到最后 比如说到你有思想的时候思考的地方 那就要经过沟通 比如说国小开始受教育以后 以后 应该是属于国小 国中 高中 这三个阶段 算青年起的时候 这个守护我们的人 老师或朋友 之间的交通 或是他花在我们身上的时间 都对我们以后影响极大 那我们来谈谈 等你高中的时候 比较成熟的时候 那你要用什么态度 面对你自己的人生 说真的 我一直随着我的本性 为首亦为 沉不住气 就想要follow my heart 当然我也过得很辛苦 当然乖宝宝 follow the parents heart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 就像我哥哥 他虽然表现不错 可是 到最后 我觉得他没有找到自我 那 我在这个过程呢 虽然经过了很多的历练 磨练 也看了很多的书 或是电视 或是听人家讲的意见 慢慢 慢慢的 也 也慢慢想出一个道理 生命要如何过 那以前想赚钱也赚钱 现在不大想赚钱 可是也是 不为钱 所困厚 那下来 接下来就是要 生命里面 要如何的过 还有最后的 15年 20年 不知道 但是 每分每一秒 我觉得 应该都不用浪费 也是一样 follow your heart 现在想的 就是跟 陪陪老婆 或是陪陪旁边需要的人 或是 能赚钱 去赚点钱 也顺便帮忙别人 就像周遭有人是 是homeless 我也想要帮忙他 有些工作就故意给他们 可是他们就没办法去 把事情做好 人说啊 可怜之人啊 必有可恶之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有时候是他们 我就说的前半段 父母没照顾好 他们形成的脑筋的伤害 或是没教育好 让他没经过更多的谋恋 而产生停滞在某一个阶段 那当然我们遇到了 我们就尽量的帮忙 可是帮忙也是要找一个 平衡点 balance 有时候事情真的很复杂 有时候要多听 跟人家讨论 那我当然是属于 比较 会问问题的人 那会得到自己的解答 那我自己也 为自己的问题 解决了很多问题 很多的想法 那所以说我也可以 现在时间久了 也可以帮人家解决问题 可是很多人是不听 不听的 不听别人说什么 都会照自己的意思 所以产生更多的问题 记得小时候 我常常问问题 别人都没有耐心回答我的问题 那也造成了今日的我 那现在想说一说的就是 回到刚才说的 现在的阶段 然后详细一点的说就是 自己想做的就是旅游 那旅游会遇到很多事情 这是主要我为我自己 的未来方向 旅游 都看点事情 都尝试点事情 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当然也要 到为别人 就我周遭的需要 就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 我觉得是上昌给我的定位 我没有办法成为医生 因为我记忆力不好 可是我很会下棋 会找到 逻辑 应该 就像下棋一样 第一步要下什么 别人下什么 我可能有三步 的反应 所以说这个逻辑上 这生活上的逻辑 我应该是有一个 我应该是有一个比别人 比普通人还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Talent 一个就是 就是说 天赋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在我的方面 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每一个人生活都不一样 你不用去模仿别人 那只能是依照你的方式 那对你的生命全力以赴 那也不要要求太高 你要求太高 你就得不偿失 因为很难完美 生活很难完美 你照你的长处去生活 去改 去 为你的 生命活出精彩 我说活出精彩 不是真的要做很伟大的事情 比如说 一天好好的过 好好早点睡觉 早点起来 不要赖床 对不对 因为那个 结果对你是不好的 所以要 你那个平衡点 就是早上起来 要做什么事情 该做什么 做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有问题我们在讨论 因为也快十分钟了 可能也没有耐心 听我说两句 所以各位 好之为之 把一天的生活安排好 不要想太多 把生活过得好 过得精彩 对不对 让生命不要浪费 你浪费了生命 你都觉得懊恼 把事情该做的 做完 你就会觉得一个喜悦 就像你 完成了什么事情 也不要一直 想要求人帮忙 依靠别人 这都是 对于平衡点 是不对的 摆错位置 要想要平衡 总是要靠点毅力 靠点思想 好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